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是葉兆熙 今集說的很簡單是 重鄉 大家不要小看重鄉 沒有重鄉 不論我們的公多好也好 木多漂亮也好 是發不了聲的 你新買一個琴 那支公應該都是新的 但是新的公毛 馬尾毛 沒有重鄉的話 太滑 是拉不響條言的 需要重鄉 茶重鄉就會有一些重鄉末 這些重鄉是粒粒粒 就是這樣才可以拉響條言 但是大家市面上見到的重鄉 應該都是圓形的 但是茶重鄉有一個小技巧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救重鄉是可以很耐用 那你茶重鄉 每茶幾次 接著就轉一轉 每茶幾次就轉一轉 目的就是 等重鄉 可以一茶的時候 不會慢慢查了坑 我以前小時候 那塊重鄉 我記得有一塊重鄉是美國的 那塊重鄉 不是圓形 而是長方形 我茶澹 我看到開始有一條狠 有一個凹位 有一條很淺的槽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為何呢 因為我每一次查舊重鄉 那支公就不會周圍 編了去到白重鄉外面 那我就一直在那裡塗 但是問題就是塗一下那條槽就越整越粒 越整越粒的時候變成舊蟲香大部分的地方 或者可能旁邊是沒有用到的 那就浪費了 所以我們塗蟲香的時候 記住不要塗到有一條痕出來 不要塗到有一個粒位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塗一、二、三 然後轉一轉一、二、三 這樣的話舊蟲香就會很耐用 就不會有一條粒位 如果大家去買蟲香的話 其實我覺得蟲香分別不大 如果你問我真的分別不大 分別是什麼呢 那個蟲香末是多小 多小 就是這個分別 但是是不是代表一塊二十塊 或者三十塊的蟲香 是用不到呢 或者不適合呢 不是 但是我反而覺得 是那塊蟲香的形狀 大家買蟲香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要選擇一些圓形的蟲香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蟲香 一些標榜是手工的蟲香 但是這些是市場的東西 是我沒有用的 我覺得蟲香不論多好也好 如果大家看到是一條狀的蟲香 不要買 為什麼呢 你只可以用到很少的部分 你會浪費了很多 就算它多好也好 你買了一塊蟲香 原來你只可以用到中間的一部分 我就不會選擇這些蟲香 另外就是 初學小提琴的朋友 尤其是 可能你是小學或者小學生 你塗蟲香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因為蟲香是很容易碎的 很容易碎的 跌落地不用說 一定會爛 爛了 沒得用 但是就算你不跌落地也好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你比較蟲香 撐到 即是 枝弓的這個部分 金屬的這部分 它又是會碎裂 或者就算不碎裂也好 那舊蟲香也是不用用的 因為舊蟲香可以用很久 所以大家 如果用得更近一點 可以真的買一塊好一點 今集很簡單 就是告訴大家 塗蟲香的小小的東西 可以留意 轉一轉舊蟲香 等舊蟲香可以耐用一點